我们知道变坡的存在 而且能与这些变坡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 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和为妙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 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派出 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派出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翰福音一一三圣经创始起一点零一分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咒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老母娘上帝 阿拉万物之真宅 明明上帝 无量 万物生灵之真主宰 又称无生老母 又称明明上帝 上帝当知道 我们所敬奉的真神 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 因虽不同 意思却是一样 就如大雅所说的英之位丧师 克配上帝 诸子说 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上帝 小雅上说 按形体而论 就叫做是天 按主宰而论 就叫做是地 既是诸子和诚子两个讲解 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 就可以明白 我们所敬奉的真神 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替邪归正论 第五六节 老母娘清静经云 大道无形 生育天地 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 未有天地先有此道 道德经首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又是 一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 一知其子 父守其母 陌生不代 皇母训子师界 三界为道独尊 我独尊 生克制化老身份 三界十方母为主 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五 道创天地 而与天地同在自信佛 即是灵 看不见抽象 但是他却存在 每一位十方善之士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 我与自信佛 主耶稣 对父神说 正如你父 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翰十七 二十一 道德经 混成章 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及西辽西 独立而不在 周情而不在 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 自知曰道 常为知名曰大 大曰是 是曰远 远曰返 不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 狱中有四大 而人 居 其一焉 人法 地 地法 天 天法 道 道法 自人 大万君之 耶和华说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 我的名 在外 在外 帮 中 地 尊 为大 在各 处 人 地 奉 我的 名 烧 香 麻 垃圾 书 一一一 老子 曰道 大天 大地 大人 亦大 道德 经会 成章 第二十五 皇母 老母 娘 即是 无极老母 无极老祖 无生 老母 皇母 天 父 天上的 父业 和华 万君之 耶和华 神上帝 真神 阿拉 阿拉 真神主 真主 造物主 为皇上帝 明明 上帝 造真理 老母娘 辞训 明明 零零 一遍 光上帝 赐 而真 宝 藏 无量 辞 怀 传 一指 心虚 大化 救援 皇 至尊 无上 微 灵 理 至 圣 心 法 父 贤 良 三 戒 法 与 慈 云 不 十方 共 母 朝 母 娘 外 灵 归 更 乐 欢 喜 真 宅 无 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 阿拉万物之真宅明明上帝 无量 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宅 意点明明上帝圣号之义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 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